本节目由李义琴杨扎哥提供赞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义琴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了方特 这里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 工作人员告诉我 预计明年这个时候就能与大家见面 真让人期待 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来这里 导航一定要搜方特家园 否则可能会走上一条漫长的土路 我现在正在这条小路上 走得满身尘土 却满心期待 太原的新游乐场在阳区县建设 大家或许知道 在大同也有一座方特 开业时吸引了不少明星 热闹非凡 太原和大同相距不远 这样的资源共享 真的能带来双赢吗 我心中充满疑虑 但无论如何 太原终于迎来了这样一座全新的乐园 真是让人振奋 太原方特将是继大同之后的又一例座 能否超越前者 成为新的热门目的地 令人期待不已 这座乐园 以华夏历史文明为主题 融合了主题游乐 特色餐饮 休闲购物 涵盖了11个大型项目区和40多个主题项目 其中 东方神话将带给你独特的室内高科技体验 高空飞翔的刺激 立体影像与幻影成像交织 仿佛让你置身于神话世界 协助女娲勇战神魔 完成补添的壮举 还有梦江女魔幻剧场 讲述那段感人置身的爱情故事 展现了古代女性坚韧不拔的形象 而剧目影院九州神韵将让你穿越历史长河 感受华夏文明的浩瀚 此外 室内太空缩与大型过山车 刺激的漂流项目 将让你在天空与水面间自由翱翔 体验旋转 失重与急速的刺激 太原方特预计在2021年5月1日盛大开业 我们一同期待吧 接下来 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领略这片未来乐园的美丽吧 我们用无人机航拍 给大家一个先赌为快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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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